此事交给吴禅是否有失妥当 吴禅他知道粉丝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大哥啊 大哥 雪月城的东西也是你们这种货色能觊觎的 哎 怎么样呢 所有也不容易 他们两个就是乐器和明侯 在江湖杀手法上能排进前五的杀人王组合 既然他们送了我们铁子 那就是 救大我们啊 跟上 我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 现在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就在我们面前 想偷袭本小姐 出来 不贵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雪不完被雨洗 配花催降断隔壁 秋处矛路青涩不可及 红乎站直苍茫之虚语 无所谓铭格错综无拘 过天际渐渐刺个谜题 起落困境里最变出豪华勇气 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龙下意 天花一笑变十顶细高和新万里 少年梦驻浪如城 云长心天可念论 不忘会曾遇上等 但闯荡荡才算人生 狂存剑冷桥激昂青春 它是我岁月丰刃 天涯凌云尽索能是你我 并肩有一生 本身情绅上年水 网络汤 最后名的这种 光丝尽 你 家 麻烦 你 人 这种 苏卫谋面 你就这样相信我们 我不是相信你 我只是相信他 这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 这个小子武功虽高 但脑子不好 骗人之事 他还做不到 那你呢 我 我将过两匹上好的夜背马 用来给你拉货 你还不信我 师兄 别理他 他就是个马贩子 跟他走了一路 除了夸他的马好以外 没听他说过别的话 雷兄弟 你暂时还没有过门 他 不对 你暂时还没有败入师门 这师兄二字 我想 你可以不用叫他这么多了 走 好的 师兄 驾 话说 你真的不知道这棵棺材里 装的是什么东西 师尊并没有告诉我 他只是 让我将他运到碧罗城九龙寺 另外 和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千万 不要试图打开这棵棺材 师尊他们 走的应该是这条路吧 好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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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 3 4 5 6 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致意思是 有人从汗水寺运送一口棺材去西域 棺材里装着一个绝世美女 还有价值万金的财富 和能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 你相信 原本是不信的 直到我发现运送这棺材的居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 那又如何 这种不清不楚的传闻能传遍江湖 自然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这可不是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能有的能量啊 想必你也听说了 几个月前 汗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 我看这棺材里面 多半就是忘忧大师的遗体 只是为什么有人这么想要得到它呢 你究竟是谁 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柯山老板吧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三顾城 美人庄 三顾城 美人庄 我知道啊 三顾城中红尘效 美人庄里最风流 那可是叱咤天下的青楼啊 汤兄 好雅心 三顾城 是通往九龙寺的必经之路 那里 有接应我们 美人三顾 一顾青人城 再顾青人国 三顾青人 三顾城是前往碧楼城的必经之路 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 其中不乏一致千斤的豪客 正是这些商人建立起了三顾城 美人庄则是三顾城中最大的萧金库 这里不仅是温柔乡 也是帝国数一数二的 赌场 赌场 可惜了 雷乌杰那小子在看守马车 不然真该让他见识见识 美人庄是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 能来这里的都是豪客成的豪客 买定离手 他们的赌注太大了 无法用帝国的金钱来计算 所以这里的赌局 用的都是这样的营筑 用商行发行的金券不就得了 何不营筑 这三顾城中 可不仅有本国的商人 爪哇 大石 土火国的人都有 他们不认金券 不过说到底 商人们还是觉得 这样的明珠 才能显示出他们的财力 既然来了这儿 我们也不妨去赌一把吧 我可没有钱 怎么没有啊 我们可是有一口 纯金打造的棺材啊 鼻子 我警告你 别打这个主意 我们来这里是寻找街头人的 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 是天宁蕊 天宁蕊 天宁蕊 天宁 天宁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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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蛊 天宁蕊 这不是莲吗 你不是说我们不能引人注意吗 现在整个没人装的人 都在看着我们呢 锐 莲 距离你上一次来 已经过去了十六个月零七天了 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 你们一个叫蕊 一个叫莲 听上去倒真像是一对老乡好 真是一个好看的少年了 刚刚听这位公子说 想要赌一局 我没有钱 不 你一定很有钱 为什么这么确定 寻常人看到这么庞大的赌局 早就瞪大了双眼 看到我这样的美人 也早已迷了心神 但你却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仿佛这样青城的财富 倾国的美人 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 你说 你是不是很有钱 锐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你的街头人至今也没来 但是这几天 不断有顶尖的杀手涌入了三部城 他们都是为寻你来的 你不想引人注意 只怕你们一进城 就已经被盯上了 就会见一会儿 其实不断有的 吃着 不中想的 不及人 都未经过 都未经过 不及 真正 红子 大王 小心一点 别被发现了 我都猜到 大师兄会来这里见着天女蕊 现在时机正好 趁他们在这里轻轻摩摩 咱们就去打开那馆菜 一窥一揪尽 那是 好大胆的贼人 雪月城的东西 也是你们能觊觎的 大王 我有一个有趣的想法 公子还想赌吗 我有一座山庄 叫做雪洛 她指石匣这样的明珠 不用他所担担 姑娘可否先借我一笔钱 好说 今日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 要赌的留下 不赌的就请先回吧 天女说笑了 区区两侠明珠 就能包下这美人庄 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 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 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吗 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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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涂 那时候 糊涂 你们有趣的 说梁 OT 好 在下做错了何事 竟让天女动怒至此 在下 在下 好了 我也就是吓吓你 不会真的杀你 至于为什么吓你 也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 这位公子的赌局 不单是金钱局 他赌的东西 可要比这两箱明珠 会中得多了 莫非是生死局 没错 就是生死局 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 光听名字就知道了 应该就是说的人 不仅要留下钱 也要留下命 我什么时候说 我要这么赌了 这个小丫头 我知道 你想帮你的小情郎 不过你也要知道 单凭你这三固城美人庄 可镇不住这个场 是你 我们又见面了 唐莲 不过 这小丫头 说得也对 愿意入这局的 留下 其他的人 可以清场了 哈 有道士 看到动画 发福利 获取幕后爆料 神秘设定 高清壁纸 等独家福利 扫码关注 官方微信 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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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